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迷上了中国武术 练武 看武侠小说 有一次在报纸看到一则广告 上面写着付回游20元 及寄达摩益晶金 我想这达摩益晶金是武林绝学 得到这部经我可以变成绝代高手 20块钱就可以了 很便宜 赶快付了回游 结果大概是他们那部经已经送完了 所以就给我寄来一本新经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经典 这个新经 这后学拿到手就爱不释手 当然也看不懂了 那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佛法 那什么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懂 第一句都不懂 但是就是很喜欢看 这时候后学就对佛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就想起来说 好像印象中家里有一本佛经 因为以前后学的阿姨 年轻的时候住在后学家里 那时候她是吃斋念佛 准备要出家了 但是后来出嫁了 就留下了一本金刚经 那这本金刚经从来没有人去碰它 记者在哪一个角落看过 后来翻墙倒柜找到了 布满了灰尘 从来没有人打开过 连我阿姨都没有打开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阿姨不试字 所以她也没念过 然后这本经后学拿到以后 打开来 哇 这个很奇妙的因缘 这一打开 所有的烦恼忧愁突然间通通都不见 后学在年少的时候 得了忧郁症 内心有很多的烦恼 忧愁 人生观都是非常的悲观 绝望 对于这种灰色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你整个的好像作茧自负 包得紧紧的 然后这个金刚经打开 一看一念 所有的烦恼忧愁 所有负面的东西 就突然间通通都不见 这个金世上后学也是看不懂 因为没有注解 完全没有注解 但是她念的呢 就产生这种 洗涤心灵的效果 不少对别人 有没有这种效果 但至少对后学 她有一种洗心的效果 就是洗涤心灵 我们人身体脏了 衣服脏了 我们可以用水去清洗它 但是心灵脏了 你要怎么清洗 像衣服脏了 你说 你叫它不要脏 它还是脏了 你必须要用方法来清洗 那就是用水 你打它 你骂它 它还是一样 同样我们心里面 有怨恨 有忧伤 有苦恼 我们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怨恨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贪心 没有用啊 就好像衣服脏了 你叫它不要脏 是没有用的 那要什么方法能洗涤呢 但是当时看到金刚经 确实有这个效果 读着读着 心中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都不见了 不只是说 不好的思想 负面的思想 和情绪不见了 甚至连七情六欲都消失了 所谓养心莫大夫寡欲 七情六欲都消失 所以那个时候 常常在一种欢喜之中 放学回来也不看电视 就一直看这个金刚经 看到三经半夜还在看 有时候看整晚 看到天亮 也不觉得疲惫 所以这个是后学 跟金刚经结的一段缘 从此以后呢 从看金刚经以后 就对所有的经典 三教经典都有兴趣 然后到了高三的时候呢 就接触到易经 那接触到易经以前 就已经开始在读道德经了 但是都是从金刚经入门 金刚经可以说是 后学进入经典的世界的一个敲门砖 那为什么呢 并不是我了解里面的毅理啊 等等的 根本就不懂了 因为那个原文的 也从来没有接触过 接触过任何的佛学 但是它就是震撼你的心灵 抽丝剥茧啊 把这个心灵的重重的障碍啊 通通都消除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体验 所以终身难忘 永远都没办法忘记 少年时期读金刚经的一个经验 金刚经呢 它的全名是 金刚波则波罗蜜经 这金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坏不灭的意思 它用金刚来批语呢 不坏不灭 我们世间任何的东西啊 都会被破坏 都会毁灭 其实就算金刚啊 也是可以毁灭的 你也是可以把它溶解掉的 刚在印啊 溶点高的时候 还是可以 可以把它溶解掉的 但它用来批语 在当时 当时那个时代 几千年前 金刚就是最坚硬的 经过几千万年 几亿年都不会变化的 其实还是会变化 但是用这个来批语 它不坏不灭 只要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啊 就算是金刚 它还是会坏 还会灭 但是这边讲的是 真正不坏不灭 不会被破坏 也不会被毁灭的东西 叫金刚 那什么东西 不坏不灭呢 我们的肉体 一定会毁坏 防止像万里长城 也可以被这个摧毁掉 那所有的 世间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 终归于无啊 有归于无嘛 一定会走向 破坏毁灭这条路 所以在印度教啊 印度教他们 最敬畏的神啊 就是破坏神 就是主掌破坏的 死神 非常敬畏 就是他要发动的时候 因为破坏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创造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破坏是一定会发生的 你不一定会生孩子 但是生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死 那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天地宇宙之间 真的有东西不会毁灭吗 就是波折 就是智慧 不要波折 波折就是妙智慧 这个是不会毁灭的 就是我们的灵性 那我们说 因为我们灵性 为什么叫波折呢 因为灵性充满了智慧 所以叫做波折 灵性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啊 它虽然无形无相 可是它充满了智慧 那这个波折 灵性 因为它无形无相 但是它存在 心灵是不是存在 也存在 智慧也是存在 可是智慧长什么样子 没有形象 心灵长什么样子 没有形象 有形有相的东西 都会毁灭 无形无相的东西 会不会毁灭 你没办法毁灭它 没有对象可以毁灭 所以它是金刚 它不会毁灭 它是大智慧 然后这个大智慧呢 也不假外求 就是我们的本性 本质具足的 不用向外去寻找 所以这个世间呢 有不会毁灭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 那是我们最要重视的 就是我们的波折妙智 我们的妙智慧 你要去找 寻找它 像儒家也讲要智良知嘛 就是要找到这个波折妙智 这个妙智慧 那妙智慧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只有当你超脱物外的时候 妙智慧才会流露出来 要超脱在物质世界之外 不是只有物质世界 我们人类所受的教育 都重视物质世界 尤其这个时代的教育 百年来啊 物质世界的这个研究和教育 是最发达的 那精神的领域呢 就没有进步 而且只有退步而已 所以要超脱物外 超脱物外 才可以进入形而上的波折妙智 因为波折妙智是无形无相 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它非但存在 而且是永恒的存在 那这个波折妙智的作用在哪里呢 最大的作用倒不是说 它什么都知道 所以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全知全能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波折妙智 波折妙智就是什么呢 到达彼岸 可以让你啊 度过生死苦海 从烦恼的世界 进入极热的世界 这就是后学在少年时代 翻开金刚经的时候 就突然间呢 波折妙智啊 突然间就从烦恼的世界 进入了一个喜悦 发喜充满的世界 那个就是一种 发喜充满的感觉 所以这是波折妙智 那为什么会这样 老实讲后学 时间已经久了 四十几年前的事情 已经想不起来 为什么原因呢 当时细腻的 细腻的转折不晓得 但是确实它达到这个效果 那也许后学 只是摸到一点边而已 透过金刚经碰触到 生命深处的这个波折 碰触到一点边啊 就可以达到这种 波罗蜜的效果 就是跳出苦海渊嘛 跳出苦海渊 从生死苦海中啊 飞身要起啊 但是很不幸的是啊 金刚经合上以后又掉下去 它并没有持续的效果 所以我就时常 但是后来读也没效了 这个效果只有经过一两年而已 一两年后来就发现 那种一读就发起充满的 那种经验就慢慢就淡掉了 所以才会开始去读别的经典 但是别的经典都很喜欢读的 它开启了阅读经典 甚至了解经典的那种智慧被开启了 所以像易经后学从来没看注解的 看久就懂了 道德经也是都不看注解的 看久就懂了 那都是金刚经开启 一开始就金刚经 开启这种阅读经典的这个智慧 所以金刚经对后学来讲 有两重的效用在 对别人有没有不晓得 第一个就是 它可以启迪心灵的烦恼 还有情绪欲望都有启迪的效果 启迪掉什么程度我不晓得 但是至少在当时是让自己的心 进入一种相当亲近的状态 第二个它可以让我可以阅读 而且了解所有的经典 所以后学读经一直没有被各方 各家的注解所束缚住 原因就在这里 可以说用自己的体悟 加上生活上的体验 加上观察 然后常常会有一些 大家可能会认为 比别出心裁的诠释 基本上这个都是来自于 金刚经这个源头 这个所谓的活水源头 所以这是波罗蜜 好所以这部经的重点出来了 就是我们阅读这部经 你要获得那个永恒的 不灭的 不会被破坏的大智慧 然后用这个大智慧呢 可以度过生死苦海 到达清静的光明的彼岸 这就是研究这部经典的 宗旨和目的 我们阅读这部经典的 里面